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傻子 神 我心 好 最近的中國駐美大使 秦剛大使 下午好 今天是3月4號 也就是明天就將召開 中國的兩會 在兩會召開之前 針對拜登派特使 前往台灣 蓬佩奧自己跑到台灣去 做了一番 做了一番鼓吹台獨 中華民國台灣是個國家 這麼一個演說 一番演說 現在鬧劇還在繼續 我們 看著事態的發展 反思我們一國兩制的政策 我們的政策 決定兩難的未來 一國兩制的核心問題 決定的因素 是這個政策對不對 能不能夠得到台灣人民的擁護 得到兩岸人民的擁護 如果不對 就可能變 如果脫離實際 人民不贊成 就要實施求是的改 這是一國兩制的兩重性 抓住機率 推進改革 早說空話 把整個中華民族傳絕起來 這個是我在 2000年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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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後 是台灣同胞書 寫給中央 寫給兩難同胞的一封信 當中 引述鄧小平 關於一國兩制的論述 同時呢 也是我 在解放思想 在這裡呢 實事求是 一心求真 提出了 從新同國 依法治國 這個叫 法統台灣 過海駐軍 共建家園 這麼一個命題 今天呢 我想 這個 拜託 秦剛大使 把我的聲音呢 能夠轉達給 今年的兩會 和二十大 中共中央 政治局 在這裡呢 我以一個 中國 這個 公民的身份 提出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 按照聯合國憲章 按照2758決議 它是 代表 中華民國的一個政府 中華民國 是1945年 正式 在聯合國 成立 簽字儀式上 正式註冊的 中國的國民 並沒有 並沒有 租銷 如果 我們不去 佔領 這個 我們不去 代表 這個 中華民國 台灣就會 裝我們的 控制 去代表 中華民國 這就是我們 一國兩制的 政策的 核心的問題 誰代表 中華民國的問題 這個問題呢 我們強調的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代表 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這個是不準確的 準確的來說呢 這個不準確 正是因為有含糊 有含糊的地方 所以實際上 只有一個中國 這個 就變成了模糊 就變成一個漏洞 就隱藏了一個潛規則 蔣介石的代表 就變成了 中華民國的代表 這個是錯誤的 按照聯合國憲章 現在27582結議 把它兩個 對立 統一起來 這同一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就是中華民國的延續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就是代表 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裁判不是 中華民國的政府 中華 因為這個問題呀 我們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故事 有個典故 就是 在 1972年 這個 聯合國 聯合國 把 退出了那個 那個 去頓 掌聲的代表以後 那麼 啊 台灣的第一任 台灣住 美國的 代表處 嗯 代表處的代表呢 叫下工 這個叫下工 這個叫下工權 下工權呢 它在這裡呢 就別出心裁的 寫上 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 GRC GRC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GRC就是 中華民國政府 這個呢 當時的副國務卿 就馬上召見他 召見他 然後 讓他解釋 這個是什麼意思 因為 根據台灣關係法 台灣不是一個政府 而是民間的交流 他派的這個代表 是民間的代表 非政府的 非官方機構 這個是美國的 國務卿 也就1979年 啊 這個時候 按照這個 這個聯合公報 和那個275 還有 台灣關係法 啊 召見了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台灣 台灣那個 駐美大使 下工權 那麼這個 這個問題 你說明了什麼 說明了美國 它是很清楚的 台灣 不是一個 German 不是個政府 那麼 誰來代表台灣 中華民國的政府呢 誰是 究竟誰是 German of Republic of China 那麼 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 中華民國 唯一合法政府 應該是 中華民 這個句話 應該這麼說 是吧 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 唯一的 代表 聯合國 憲章 憲章 中華民國的 合法政府 秦剛 大使 統治 因為我們這一點點的 這個 概念 一個 法制概念的 不準確 所以 造成了 歷史上 我們現在 到現在為止 我們沒有解決好 台灣問題 一面之差 也能倒宣 現在呢 習近平在 2019年 這個 遠遠二號的一個 告 台灣同胞 書的 還在強調 一國兩制 台灣新方案 台灣不會解釋 因爲什麼 因爲什麼 因爲這裡 一國兩制有很多 缺陷 應該是說 明確是一國 或者叫同國 我們叫同國 同一中同表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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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個 1998年 對中央那個 中央那個 中央那個 那個 北戴河會議的時候 就提出了這個問題 在1995年 那個 江澤民發表 江八點的時候 之前 我發表 給 江澤民同志 那個 寫的封信 就是說 我在 就是 我在香港 工作 七年 對 一國兩制的 實踐 實踐了 有 產 產生了一些 不確定的因素 為什麼 香港 在 回歸祖國以後 馬道跑 那個 那個 武造造校 沒有 一點呢 進行 國家統一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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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沒有國家統一 這個 形成那個 回歸 這個國家統一 國家統一 統一的 教育 這是我們一個 在教育上的一個漏洞 希望能夠做以改進 1995年的元旦 後來江澤民發表了 江八點 江八點的 這個 那個 題目就是 共同 推動 祖國 祖國 統一 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 什麼都可以講 那麼我們今天這個 題目 並沒有 出現什麼 太大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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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根本的 顛覆性的一個改變 只是說 一個中國的情況下 一個中國的前提下 什麼都可以談 就是 中華民國 是 是 是中國的國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 197 1940年成立後的 一個 中華民國的一個 新政府 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中央人民政府 一個 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成立了 這 也就是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一個新的國號 但是 在1971年 2758號決議以後 就是 開始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正式的成為 唯一的 全世界公認的 唯一的 代表中華民國的 唯一 合法政府 這個問題 我們 在頭腦裡 都沒有 這個是 我們認識上的差距 不準確 我們的政策 就 決定了兩岸攻擊 直到今天 沒有解決 台灣問題 一面之差 希望我們黨 中央和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和政治協商會議 認真地來討論一下 這個問題 因為 除了 武力解放台灣 以這樣的 一國兩制解放台灣 和和平解放台灣 是不可能的 因為根據戰爭法來說 我們現在 不是和平狀態 兩岸現在是 戰爭的 內戰的交戰狀態 只不過叫做休戰狀態 還沒有正式簽定和平 平戰協議 也沒有宣布投降 有條件的投降 和無條件的投降 都沒有簽定 這說明我們還是處於 戰爭的對立狀態 交戰狀態 所以 鄧小平 作為軍運主席 和國大主席 對這個形勢的判斷 這是存在的一個誤差 對形勢 對兩岸形勢的一個判斷 這個現在不叫和平 現在還沒有結束戰爭 所以 就像 就像現在 俄 俄國和烏克蘭 打戰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宣戰 根據戰爭的規律 一個叫宣戰 一個是進入交戰狀態 現在交戰狀態有沒有停火 沒有停火 現在處於一個 現在這兩天處於一個休戰 沒有打炮 這屬於一個僵持 就準備準備談判 或者準備下一步再大打 中國現在 中國現在就處在這個階段 戰爭的一個間階階段 因為沒有投降 沒有停戰 沒有有條件的投降 無條件的投降 沒有簽訂 停戰協議 這之前 都在戰爭 都在進行當 進行使 中國現在和兩岸之間 也是戰爭進行使 所以現在美國跑來 蓬佩奧和余茂春 跑到台南去 煽風點火 因為現在就說 美國怎麼支持你啊 這個 什麼 這個 這個 這叫做監督磐石啊 等等這一系列 都是 這個就像戰前 就是大戰之前啊 煽風點火 對 搖欺納喚 這麼就是 唯恐天下不亂 所以我們今天呢 秦剛大使同志 我今天來講這個呢 應該是說 是非常及時 非常重要 非常有必要的 我希望能夠大使同志 能夠把我的意見 轉達給黨朋友 因為我在這裡呢 嗯 通過微信呢 這個發不出這樣的 信息 也不能夠 把我這個 變成了一些 圖文 圖文並報的形式 就把這個 講出來 我想呢 用這種視頻對話 我可以很快地 傳達給 這個 中國駐美的大使館 這個 第二個呢 因為在實踐當中呢 我們發現呢 這個 我們犯了一個 很大的錯誤 對台政策上 我們犯了一個 心靈氣 就一再的強調 心靈氣和呀 一再的妥協 一再的將就 一再的 啊 委屈求全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解決 他們那邊呢 因為 我們犯了一個 1949年 毛澤東 那個 那個 對那個 李宗仁 啊 戰犯求和 和蔣介石下台 就演 這個形式的話呢 就說了一個 很重要的典故 叫做 農夫與蛇 的故事 我們正在扮演 農夫與蛇當中的蛇 和農夫 我們就是扮演的農夫 而我們把這個 這個 這個 對這個 對我們 很 具有生仇大恨 不共在天的 這麼一個 一個敵人 說什麼是 啊 心靈氣和 我們在尋找 心靈氣和訓啊 看來是 這個 我們 在這個 在這種情況下呢 有一句話 可能 說得 沉重一點 誰是我們的敵人 誰是我們的朋友 這個問題 是革命的 首要問題 當你在 交戰的 過程當中 現在還處在 敵對的狀態 是什麼 你要 這樣子 和戰犯求和 和這種 和這種 和你這個 這個 要分裂 分裂國家 啊 化海而治 化江而治 這麼一個 一個分裂國家的 一個 獨臺分子和 台獨分子 啊 求和 這有如啊 啊 與戰戰求和一樣的 這個道理呢 我們說這是 一國兩制的第二大陷阱 在這裡呢 啊 我們 希望 秦楠同志 能夠啊 理解啊 毛澤東當時啊 啊 如何 那個 確定這個啊 啊 百萬雄師過大疆 一江聖隆最尊寇 人間正道是 方丈 啊 這麼一個戰略 故事 有沒有和平的可能 在沒有解放台灣之前 啊 空談和平統一 維持過早 這裏有三個重要的因素 一個是法制問題 法律上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的國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 究竟誰代表中華民國的問題 支持而後有定 就是中華民國不是由台灣的 蔣介石的代表來代表中華民國 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 現在就是習近平來代表中華民國 可是我們不敢單單提這個責任來 我們不敢明確啊 啊 就是說我們就是中華民國的 唯一合法的政府 這是第一 政治上的一個陷阱和盲點 啊 也就是說 這個 之所以你不去單單 啊 啊 那麼就 你不去佔領 那麼別人就會佔領 就利用 就就 就會利用這個 就提出來這個 德爾文的 Republic of China 就不是你 People is Republic of China 就不是你人民共和國 中國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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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佔領 代替 中華民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就變成台湾 中華民國 台灣 省啊 是中華民國 台灣 中華民國 台灣 國 的唯一合法政府 這個就成了我們 一個政治陷阱 一個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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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國兩制的設計啊 這個出現了偏塌 這個結構 是不合理的 就一國兩制的結構啊 就是因為沒有考慮到中華民國的因素 所以一國兩制的結構沒有解決好 因為這個大樓就會到現在四十年 1982年到現在整整四十年沒有解決裁法問題 而且第三大第三大 一國兩制的第三大錯誤 這法律的適應法律的錯誤 我們知道這個這個律師大家和法院裡的適應法律的錯誤呢 我們誤把中華民國台灣的軍隊 作為中華民國的軍隊 在台灣駐軍 而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灣駐軍 因為只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灣駐軍 才代表中華人民共國的主權在台灣成立 這個叫做法律上的一個代表 誰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駐軍呢 唯一的代表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 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 也就是說台灣的政府不能夠由台灣人來決定 而是由中央來決定的一個台灣 組成的一個三三制的一個聯合政府 可台灣一定要駐軍 不駐軍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華民國的主權 這個是一個適應法律錯誤的問題 這個是 你如果換湯不會要 你在那裡 就是換酒瓶裝新酒 你必須要裝到人民 人民正權的軍隊 人民正權的軍隊和人民政權 建立人民政權 沒有 這就是一國兩制的錯誤 這個根本錯誤 這個錯誤是必須改變的 過海駐軍 這是一個原則的問題 重大的國際法的一個原則問題 為什麼烏克蘭 烏克蘭東闊呢 烏克蘭東闊呢 烏克蘭東闊就是 變成了北約 北約駐軍 參加了 不但是參加了歐盟 而且北約駐軍 這個就把軍隊的戰火 就燒到了 俄羅斯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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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蘭本來是 同恩同種 都是斯拉夫人 現在台灣和烏克蘭的形勢 是一樣的 但是台灣不是主權國家 可是我們 現在形成了這麼一個 著作為念 為念 那個區域 為從去去 把它 推向了烏克蘭的邊緣 就變形成了這麼一種 焦灼的一個 概念不清楚的 這麼一個形式 這個責任是我們 中國政府 概念不清楚 適用法律 不清楚 適用法律錯誤 鄧小平的理論 理論 一國兩制的設計錯誤 我今天 嚴肅地來講 這就是法律問題 沒幾個 不知道 誰是台灣的主人 你現在把台灣的人民 作為台灣的 中華民國的台灣人 那麼 中華民國的憲法是 中華民國 主權屬於 四萬萬全體中國人民 這個概念是 鄧小平的法律不嚴謹 因為它是戰爭 或者是 從法律的邏輯 就是不夠完整 而台灣的很多學生 在這裡 以其轟魂使人 糟糟 李登輝 李登輝 就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 中華民國在台灣 拿這麼一個忽悠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當時的江澤民 當時呢 王滬寧呢 作為一個長 一個喉舌 一個比較政治學的一個學者 他提出了 只有鄧小平理論 而沒有別的理論 能夠解決中國在台灣問題 所以呢 他把我當時 1998年提出了的 重慶中國和平統一的認證 打入冷宮 我在1998年 一直到現在 我參加了很多次會議 包括在國際 國際這個會議上 1997年 在馬里蘭大學 一個 一個 那個 舉行的 全球華人 反中 這個和平統一 大會 我做的 我是第三個發言的 我說一國兩制不能解決台灣問題 因為它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沒有解決誰代表中華民國的問題 第二個 就是沒有解決這個 第二個就是解決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台灣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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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是誰 你不能把 中華 台灣的兩千三百人選出的代表 就是 他們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可鬧 他們不承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 那他就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代表中華 現在法定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的政府 這是 台灣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那麼 就是在那裡的政府 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 沒有到達 沒有在 那個 台灣建立政權 所以 建他這麼一個政權 認為是 那個 國民黨的 地方政權 就 占三為王 所以 這個邏輯上 不周演 證明說 可以 一國兩制是可以政委的 正是我們在 這個 這個 國家認同 國家概念 國家設計的 一國兩制的結構上 政策上 犯了一個 很大的錯誤 致命的錯誤 那第三個就是 不助軍 不助軍 就是 沒有 台灣軍隊不代表中國人民解放軍 他是個敵對的軍 一個叛亂集團 或者是現在的 敵對集團 他說你叛亂集團 就是你沒有行使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 中華民國 這麼一個 一個 一個 位置的顛倒 所以 鄧小平的設計是 出發點是好的 但是 理論上是荒唐的 是錯誤的 是農夫與蛇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呢 在這裡呢 就講了這個問題 原則性的立場錯誤 一國兩制 再繼續走下去 二十大也好 三十大也好 一百年以後也好 一國兩制解決不了台灣問題 和平解決不了台灣問題 現在處於這個狀態 我們不是和平狀態 而是戰爭狀態 再一次再重生 我在這裡就說 所以呢 你妄想這個 和平演變 啊 我們妄想台灣那個 和平演變 經濟感化 這都是用 用那種綏靖的動作 就像那個 其情其重 功心為善 我們講這個 包括張念慈 還有包括很多 對台工作者 所提出來 我都見過這些同志們 啊 但是這種在理論上 是 是不成立的 這正是我們 啊 劉少奇 當時就是 就是 國家主題說的 我們黨在 啊 在這個 那個 建國的理論上 是 不成熟的 啊 或者說是 在這個 在這個 國家建設上 是不前的 它帶有著一種 啊 這個這個 做皇帝這種 一種思想 啊 戰爭媚王那種思想 啊 他那個 宋亮同志 那個 也是 那個 那篇文章也是這麼講的 所以呢 啊 我們希望那個 黨中央 啊 中共中央政治局 還有那個 啊 全國人大 這個 2020年 2022年的全國人大 政治宣傳會議 討論一下 我提出來的這個 啊 尖銳的一個 啊 對一國兩制的一個 啊 啊 質疑 陷阱 客觀分析 啊 因為 這個 洞必有機啊 我們是用 用解放台灣呢 用武力方法 非個和平的統一啊 都是一個要 就是 立足在理論上 要有一個指導思想要正確的 理論都不正確 我們實踐也不正確 我們的行動就會採取 啊 龍夫與蛇的這個 這個關係的行動 所以我們 到現在沒有解決 而且這樣下去 啊 而且 如果 我們黨 不認識 這個問題 還 按只有鄧小平 理論 只有一國兩制 能夠解決台灣問題的話 這個問題 我是 從今天開始 很明確 其實我在1998年 給江澤民提出來的時候 已經很明確了 那麼現在 經過社會實踐事件 一國兩制的唯一標準 我談的這個 這個 其實是我談的是六大陷阱 六大錯誤 這個年 我今天呢 我 我甚至如果 中國解決不了 我把這個問題 已經提到給 我已經給 美國的民主黨的 一個拜登總理 拜登總統提出來了 這個一國兩制的設計呢 是不完 不周演的 這個 理由 不夠充分 那麼 按照聯合國現場 按照規則辦事 這個是一個充分的 就是 包括 台灣關係法也好 你不是政府 不干什麼 你是民間關係 中國 台灣那個土地 是中華人民國 代表中華民國的 所以我這個事情 跟民主黨的那個 那個 總統 拜登 我 過去我就這麼 我就 我就拿出那個信念來 今天我又跟民主黨 共和黨 拜登 拜登 民主黨的 川普總統和羅納 馬克諾尼爾 這個 這個 我也提出來 因為 因為我在這個美國 我覺得這個法律問題 我必須講清楚 一個 所以呢 跟美國和台灣的關係 是民間關係 絕不是蓬佩奧 說的是跟人們承認 政府之間的關係 承認 這個 這個是忽悠台灣人民的 是把台灣人民 往火坑裡推了 所以呢 大家都看到 這個不是 現在是非要用 戰爭的手段 來結束戰爭 而不是由我們的善心 不是農夫把蛇 弄在心口上來 來暖熱他 你不用戰爭的 因為現在屬於 兩岸屬於戰爭 不用戰爭的方法 解決戰爭的 遺留問題 這個就叫做荒唐 理論上來講 叫做 自己 班女士就把自己的 就叫做 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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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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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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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